老師 今天介紹什麼 這次疲勞點可可的空姐 真的硬邦邦耶 低頭足看手機 上班用電腦 我再加追劇 長時間同一個姿勢 造成肩頸痠痛 全身僵硬 是現代人文明病 很多人會藉由按摩放鬆 但如果按錯位置 紓壓不成 反倒害傷身 真的已經很痛了 可是他還是硬給你喬的那一種 然後你就會真的覺得 過了幾天你回家睡覺的時候 都還是很 就是受傷的感覺 頸部的這個後側的 這個肌肉的外圓 前面的地方都不太適合 做按摩的東西 尤其肩頸按摩要特別小心 從耳後到下巴 再到胸骨上緣 這個區塊稱為頸前三角區 有六條通往頭部的主要血管 包含最重要掌管腦袋前 三分之二血循環的內頸動脈 以及負責腦後三分之一 血循環的追動脈 有一些老人家 或三高慢性病的患者 他本身的頸動脈 可能會有狹窄 或甚至你不小心會壓到 所謂的頸動脈痘的地方 也會造成人心跳的突然變慢 那這樣就會影響到 到腦部的一個血流 就會容易產生所謂的中風 頸動脈它有可能會被造成 一個玻璃的現象 這個才是最可怕的 從此屑 按摩師傅一定會避開脖子前方 主要疏壓區會在後頸區域 我們的按都是以按壓後面這兩條筋為主 以一個介置型 脖子這樣按下來 這樣一個介置型 就往肩膀兩側 然後再肩胛線這樣按下來 一般我們都這樣做 這樣效果都不錯 醫師提醒按摩一定要控制好力道 另外也要避免過度伸展 和大力扭轉脖子 減少不當的外力刺激 大愛新聞線山葉宜玲台北報導